应该还有人没搞懂 来看一下 第一个 P of x等于2 这比较简单对不对 P of x等于2就是 X of s要等于2嘛 那哪一种情况是 S of s会等于2 就是正面 对不对 正面 S of正等于2 所以就是 答案就是 P of正这个集合啊 P of正这个集合就是1 2分之1啊 那P of 3x等于3 那就是 S等于1嘛 那S等于1是谁 就是反这个集合啊 才会S等于1啊 所以就是P of反就是1 2分之1啊 那P of 3y等于3 3y等于3就是y等于1嘛 Y等于1 Y等于1是哪一个集合 就是只有正这个集合啊 所以 就是P of正就是1 2分之1啊 P of s加y等于3 s加y等于3这个就比较调诡了 s加y等于3 请问一下正的s加y是多少 3嘛对不对 因为正的 s是2 y是1嘛 所以加起来是3嘛 反的s加y是多少 3啊 对啊也是3啊 因为反 的s是1 y是2 所以两个 不管怎么加 通通通都是3嘛 通通都是3 所以它的几率是1啊 OK 因为它就是P of正反 P of正反 几率就是1嘛 OK 那接下来P of s加2y等于5 那就非得 s等于1 y等于2不可啊 没有其他的情形啊 那没有其他的情形 那s等于1 y等于2 是哪一种case呢 s等于1 y等于2 就只有反 所以就还是2分之1啊 这样子 这样子弄懂随机变数的意义了吗 其实这个样本空间都是事先给定的 没有那种样本空间是 你事后才去找的 我们前面的例子 之所以会用联合是因为 用单一的没有办法解释 所以你才去 故意找一个样本空间可以符合那个条件 那通常样本空间都是 事先给定 所以在事先给定的情况之下 你很容易算 不用想的太复杂